你这样就知道如何做分析 要分析什么 我们接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目的 那接下来请问我现在我拿到资料 你是不是应该做很基本的检查 其实你看我的讲义 这个数据的检查是很重要的件事 举例来说你现在游标 游标我针对文字 就是对不起这边类型 我针对文字怎么检查 来跟你们快速分享 首先你这个文字检查 你是不是应该要知道说 这里面总共有多少笔 好例如说这个行ID告诉我 这个总共项目有10934 这个是你用滑鼠在这个地方 你用滑鼠右键 你可以你可以去做 去做你看从上面往下 你看你要什么 像例如说你要项目个数 这边打勾了 好我有了 因为我除了看项目个数 平均值加总这三个 我还喜欢看最小值跟最大值 好举例来说 我这里面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平均值 好项目个数 我从项目个数这边就知道 我总共有19000 10934个 记录 好这我想没问题 接下来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11000 那中间不就有票号 对不对 好那所以接下来 我现在要想请你们 去做几件很重要的事 首先行ID 因为你要检查 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行ID它一定是unique 就是唯一 所以它不能重复 我算知道它有将近一万一千币 但是它有没有重复 你是不是应该要检查 这是你必须要先有的观念 好了请注意 我们当然你可以学说 好我就来去 我就来去做一个检查 做什么检查 有人用写函数 有人用 就是以下我可能会教的技巧 我会希望说 尽量请你们要有一个观念 好因为我是 我是你的数学老 而我是你的以下的老师 所以请你一定要记住一下 就是说 你现在所使用的方法 你现在所使用的 方法不可以用肉眼比对 你的眼睛要拿来做很多别的事 千万不要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我跟你讲 你检查到一百笔 你就累了 因为这是重复性的工作 好所以你要学会我这一招 要检查它有没有重复 所以游标 如果在A这一栏 接下来常用 对 常用 你知道吗 在这么多功能里面 常用 绝对是 你每一个都要会用的功能 因为常用就是你最常使用的功能 如果最常使用的功能 你都不会 那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好 所以这边 点选一常用 二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三 醒目提示储存格规则 醒目就是把它标出来 把它变成特别明显 好 那依照储存格的规则 举例来说重复 所以我要选重复的值 然后接下来哦 点选 他说只要重复 他就会变成浅红色铁麦 好 确定 好了 各位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 从头到尾 这样子来去看 有没有浅红色 这样看太慢了 我刻意把这个91 92 93 我刻意改成91 Enter 你看 马上就标浅红色 这个 我也标91 你有没有发现 有听懂我现在的意思哦 好 你要学这件事